教室里大家穿着同一的服装 正在随着教练的教导练习外担功 这里是淡水的长庚活动中心 而眼前这位教练就是73岁的江昭志 他们夫妇俩在20多年前开始练外担功之后 觉得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 从此发愿做志工要来免费教学 而20多年来也在淡水先后成立了17个据点 每天都有免费教学的活动 还有人鼓励我说 你当志工带动我们淡水证明身体健康 是很好啊 也不错 后来想一想说 可以 我后来就接了 所以志同老师交办给我们 那时候刚好有两个班 后来我就一直去推广 到现在有17个班 所以我们的外担功 对于这个推广外担功都是免费的教学 而且尽量不跟学生学因拿费用这样子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 那场地是由里长攻击 那人积也有我们外担功来负责 有多不跟学院受费这样 免费传议20多年 标榜完全免费教学 多年来也有许多好口碑 也因此常个里长就特地邀请他们 每周三早上到活动中心来教学 希望可以造福里内乡亲 而参与的社区居民也表示 自从练了外担功之后 真的让身体健康不小 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健身方法 所以我跟这个外担功 参与来我们一个开班 那所以说 第一次也并做 每周拜三十点到十一点 虽然一点前久 但是一点前久就有教你去外用 所以说你只要有学 你随时都可以做 所以这是一种立项保健的方法 所以说有人要参加 不免费 非常欢迎 这个外担功真的非常好 我以前喔 以前这样子 这样 连外担功来都没了 现在都很好了 而且我以前都没哭 不会蹲 外担功来都会哭 哭得很好 教练强调 外担功动作单纯 简单易学 是一种很适合中老年人 练习的运动 也希望透过持续推广 能够把健康带给更多的人 也有兴趣的民众 也可以跟担水体育会 外担功委员会来联络 查询上课的时间地点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